记者陈以嘉台北报导,国内卫生纸之乱已稍平缓,新政院销保处2月27、28日在度制大台北地区各大量饭店、超市与药装店,共78家业者进行访查。 多数量饭店人陈列多款卫生纸,品牌虽不齐全,但仍有库存,供应无余,价格亦持平,没有趁机涨价或囤积等情形,抢购现象已大幅减少。 销保处也说,部分地区行货中小型超市,要装店人有缺货情形,业者表示将陆续到货。 值得一提的是,为因应厂商供货不及,有多家业者以公告或口头向消费者说明提供预购方式,让消费者可以用目前相同价格购买,次货到后通知消费者取货。 消费者不会有买不到或买到价格较高卫生纸的情形。 至于全国17个直辖市与建市政府,销保官义予以陆续访查辖区内各大量饭店、超市及药装店访查结果大致相同。 为让资讯充分揭露,销保会网站已建置卫生纸最新资讯专区内容包括稳定物价小组物价资讯看板平台,15项名声必需品卖场月均价参考资讯及公平交易委员会,经济部,本处,各县市政府,销保官等相关作为。 销保处重申目前各大量饭店陈列的各类卫生纸供货物与且价格持平,请消费者安心。